尹凯娜 我感谢上主 让我到了这个时刻 已经进度了50年 我记得我这种小孩子很渴望做神父 那经过好多年的培育 就到了台湾 圣家堂被主圣神父之后 就是开始为别人服务 那我觉得是真的到了这个时刻 看过去五十周年跟感恩 我常记得我们以南教的领袖的以感恩为主 因为实际上是跟以南教所讲的 我们是天主所爱的人 我们得到了很多的很多的恩典 那这些恩典 特别在做神父的时候 就天天体会到我感谢 有很多的人陪伴着我 培育我 有很多的人在我服务的过程当中 也是帮助我的信仰的生活 成为更不要 因为一方面的服务信仰 它是另一方面自己的信仰的生活 觉得是一天比天更接近耶稣 所以今天我有很大的渴望 能够托国 能够托国服务别人 托国跟别人服务 托国跟别人服务 我们整个的教会 这个是我的今天的感恩 今天的梦想 能够一直到最后 让耶稣睡不在我内 而是让他 帮助我 未来越接近他 谢谢大家